以居住密度來講加上容積獎勵 可能會很多跟現在有不同的想像 甚至於如果你把捷運的這些系統怎麼放進去 你不要蓋地下停車廠 這些東西等等 我覺得這個是你們在城鄉所那個專業可以去考慮的事情 那我覺得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東西是 我說如果是北歐的政府來看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是要落實世代正義 假設我先講主導者是這個 要落實的是居住權 其中一些住戰的人之外 還有一個世代正義 更長遠永續的人可以住在那上面 那我就先講了一個想法 那應該是這個合余住宅 社會住宅 而且增加出來的那一些房間呢 我覺得應該是只有居住權 讓那個 就是你住到你這個世代可以 但是新的世代他要有空間跟可能性 住到這裡面 那這個呢 而且這個Leverage很重要是 在新的世代慢慢改變說 他不一定要買房子 因為你知道像瑞士 他非常有錢 平均國民所得他五百萬元 可是他百分之六十七成都買房子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都市更新他的Vision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因為有這個工具 那他不必集中式的那一種合余的社會住宅 而且他本來就Engage在這個議題上面 因為有些人他就是地上權 對不對 他就是像你講的祭司工業 或是不管什麼 或者因為他住在非常複雜的產權上面 他得到了許補 他蓋了房子 或是他違建啊 不管啊 對不對 他就是住在那裡 那你落實他是個居住想法 他就是要讓他住在這裡 對不對 但是呢 我讓你 我們住在這邊 我們的想像是 是一個世代 下一個世代 他應該有機會 也能夠住在這些地方 而且七百住非常有趣事 那剛好可以分佈在全台北市所有的地方 對 他可以當成閃居 沒錯啊 對不對 這我覺得就是這個 那剛剛講的 比如說不管是什麼 永續經營啊 對環境啊 或者是說 文化的紀錄跟承載啊 這一些 我覺得這個可以把它放到都市更新的 這個原始裡面啊 比如說你的社區中心 你可以更有創意啊 他可以變成是文史工作室 社區活動中心 或者說未來的這一種 老人社區照顧的這個 中心點啊 或者是說你像當邁 他的這個people house 他可以做 跟社區大學合作 做成人繼續教育 然後做民主參與 然後下一階段發展成合作經濟 對不對 你七百多處 如果你這樣搞的話 不僅是住財革命 他還是社會革命 對 對不對 這就是 如果你要問 這為什麼不見 我說 對啦 強拆強烈 然後當然他困難的地方是 那怎麼說服這些人 說服這些人 當然你剛剛講說 有些人已經注意到 老鄰居他沒有補避權 那我們要不要一起出現 那這個應該是可以感動的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再把這個 國外的精神 公共利益的精神 那年輕的學生買不起房子 對不對 那要不要幫他們也想一下 對不對 未來的老年人的那種社區照顧 要不要想一下 對不對 我們需要更多的工作機會 那我們要不要想一下 對不對 那我們只是要求這件事情 我們要落實這個 居住人權 對不對 然後落實社會政務 這個社會政務 那個政義很簡單 剛剛講說什麼是土地政務 這個土地政務 就是居住權 這個是一個強烈的社會政務 可是居住權 不把它當成是財產權 而是社會權 這個意義上完全是 所以剛剛講說 農地徵收 你是反對所有權 就是保障所有權 可是這個所有權的概念 應該稍微往外再延伸一下 有沒有可能大家 擁有這些能力 做一些共同的背後 就是把所有權 庫而在一起 變成是一個公共的土地權 這個概念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趣 而且很有可能 往外去逐步 那一樣的道理 現在在談的都市更新 還是從事業財產權的概念 那我如果說 我們講個獨立 這也是這個居住權 社會權 那這個居住權先保障居住的權利 社會權剛剛講的 文化 工作 那個 經濟 的這一種 尊嚴 對不對 還有這個世代正義 的這個問題 這一定是要面對 那我們現在的合宜住宅 怎麼比例很低 那你現在 哪塊地來港 都好像不太 而且我覺得 因為現在都市更新 裡面又有一條事 就是說 如果你範圍裡面有公有地的話 你可以強制 對 那修法就應該修 強制加入以後要做什麼 不是建商就分配利益 對不對 應該是要做這些事情 對不對 所以 他也很有 很有那個 戰略空間 對不對 那好啊 那我們就先去挑那個 有公有地的那個都市更新 那在這個都市更新條例裡面 來改這個 那個 所謂的利益分配的這個方式 這也是一個 一個可能 對 所以 我覺得這會 這會非常有趣 這會非常有趣 那是我們廣池寶愛院就是公有地的 都市更新 他就是 但是他是讓任由他們 他是一個空白的 讓他要怎麼蓋怎麼蓋 跟松山煙廠完全一樣 老師他蓋33層樓的 我了解 你知道這個狀況嗎 沒有錯 沒有錯 這個這個我有 你也有耳聞 哦 你也有耳聞 是 沒有錯 完全是一個空白支票給他的 所以 所以 所以剛剛 我跟小洪在講的 其實就是在改變這個 這樣的一個想法 這個 即便現在做不到 但是這個 這個意見跟想法出來 他需要一段時間 需要一段時間 但是我覺得 那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個目標 雖然這可能是一個很長遠的夢想 不過 要做都市更新要改變 如果做到這個程度 那絕對不是很厲害 那絕對不是很厲害 那絕對是社會革命 對不對 真的很有趣 可以想一想嗎 嗯 那絕對 希望我 我有回應你的 這個 你想的 議題 嗯 好吧 那絕對